这个就是整个小区的感觉 每一个人家都是这个小庄园 年纪很大的占定 所以它的房间距很短 平均和邻居之间挨的还是很远的 而且这个小区是带大门的社区 在这个小区当中贵的房子有200多万美金 然后便宜点的就是60几万美金的样子 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个就是 相对来说价位不是很高的60几万美金的房子 现在印如眼帘的这一套就是贵一些的 100多万美金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小区 小区里的湖还有公园 整个小区是全封闭湿的 带大门的这种管理 嗨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算房屏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房子 是一个占地1.5个acre的小庄园 而且这个是占地1.5个acre 游泳池有湖景的小庄园 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个房子不仅是小庄园 占地1.5个acre 而且它还带大门是个封闭式的小区 然后它的院子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哇 然后后面是湖 然后一个很大的院子 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房子的地税还很低 然后房子本身的面积也很大 有4000多尺的居住面积 整个小区就特别的安静 就一直是这种 特别安静 特别舒服的状态 然后这个报价也不是很高 报价在699000美金 我今天过来看到这个小区的这种感觉的时候 感觉还是真的很棒 具体的信息呢 我还是会一样写在下面的这个信息栏里面 然后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有兴趣的话 可以随时叫我微信 然后关注我的微博 来关注我 现在就让我们先看一下这套房子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所房子啦 这所房子是一个占地1.5个acre的小庄园 然后它的门脸非常的宽 有这么宽 整个这样的宽具 都是这所房子的 所以它的占地很大 现在就让我们进房子看一下吧 一进门 迎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玻璃 走过去 就是外面的景色 非常美的景色 然后再回来看一下 一进门就是这样的感觉 这是一个很大的会客厅 然后我们现在往里走 厨房 厨房非常大 它的灶台是在中间的 所以它的抽烟机是往下抽烟的 然后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圆桌就是早餐厅 这就是主客厅 主人很私密的那个客厅 虽然是一层的 但是条高非常高 所以会感觉很舒服 现在呢 我们再往里走 这个房子是一个非常大的大一层 往里走过来之后 右手边 就是一个房间 它每一个房间都很大 大家看一下 这一个定制房 你看它每一个房间都很大 这并不是一个主物 但是面积也非常的大 放映厅 放映厅灯光太暗了 这是一个车库改造的 这是吧台 如果家里party的话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可以做成餐厅的地方 但是呢 我看到它有一个很独特的设计 这边肯定是当时的狗窝 它怕狗狗在外面太热 可能就在这边建了一个狗窝 然后我们再往里走 这个位置就是车库了 出去的这个位置 这就是车库了 好了 我们上一楼的另外一面看一下 我们现在看的这一面呢 是宜记门的右手边 我们现在去宜记门的左手边看一下 这是一个小一点的卧室 衣帽间 然后也是一样的 两个卧室供应一个洗手间的设计 这是另外一个卧室 这两个卧室并不是很大 然后就从这边出来了 好 现在我们去主卧看看 进主卧之前的门口 设计了一个客位 这是主卧 主卧有一个大大的弧形窗户 然后弧形窗户外面 就是泳池和湖井 这是整个主卧的构造 我们看一下主卧的洗手间 有一个walk-in walk-in式的浴室 两个洗手台 大餐衣镜 分了男女衣帽间 特别有一个衣帽间 然后这一边有一个衣帽间 衣帽间再往里走 还有一个更大的衣帽间 都做好了厨子了 好了 这就是这个房子里 内部的基本构造 我们现在去院子看一下 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个漂亮的院子了 一个非常大的院子 那边是车库 院子分了几个区域 有playground 孩子玩的区域 啊 看小松鼠 这边还有小松鼠在跑 然后呢 这边 就是泳池区 再往里走 那边都是老酒 着又来找你 licher人家的衣帽 直到那边 把衣帽 又来着 说 男女的小松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